MING PAO TORO Hello 我們可以自拍 去豬肉檔自拍 我們今天來到中央市場第二天 現在來到了第一層的這個 生肉店 看到有很多肉檔 我們先逛逛 這裡連梳果也有 然後也有一些包 餅 油 有一些松露油 或者酒 有很多其他各種各樣 這個包餅他們有很多甜品 藥材 還是菇 菇 可能是松露菇 或者松蓉 這裡 不是 有Pocchini 真的有松露 有綠 這一隻是綠 其實它是牛的肝 是不是綠的 神 有兩顆 它的圖案那裡 這裡有真空包裝的松露 我們看看是怎麼賣 這些還可以吃 它是水乾的 其實我也蠻喜歡番茄 價錢也貴不貴 50g 七個月 100g 五十 想想 這個是南瓜花的完整體 這裡的番茄都特別大粒 然後又來到另一個松露檔口 有沒有真空 有橄欖 橄欖是賣7歐500g 松露油 橄欖油 又是繼續更加多的 咦 又有那些乾 沒有真空 對 但可能漂亮一點 你已經懂得聞 我是不懂的 有些是 這些是比較碎 那些是比較 那個 碎嗎 這個 碎 但這個便宜了 這個便宜了一個半歐 碎一點 Dry travel Dry travel 有沒有white travel 昨天我們去吃夜晚的時候 我們又點了一個松露意粉 但是我們吃到那個松露是沒有什麼味的 所以我們就問了一個市應 誰知那個市應就回答我們 要是白松露才有味的 但是其實 我們也不太肯定 這裡究竟是 是不是真的只有白松露才是香的 像洋蔥一樣 那一塊是用來煮湯的 然後這個豆就是 這裡是橄瓜 這裡的蔬果跟香港的都很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這裡的蘆筍普遍都很好吃 餐廳吃到的蘆筍都很多汁 看看毛花果幾大塊 嘩 毛花果這麼大塊 很矮 所以就叫矮瓜 這是什麼logic 但是香港的不是很矮的應該 它有一半尺寸的那些 有一間的 有一間有Pocetta買的 有Panini Sandwiches 看不到它有東西 那邊是 你要不要看一下這裡 有沙拉米 有牛豬啊 對 又有 很喜歡的Pocetta 這裡的燒魚豬 我們剛剛來到Nerbong 這裡 叫了一個牛雜 然後你看到這裡有很多獎 然後呢 它給了一個餐盤我們之後 我們就要自己拿過來這邊 跟它拿牛雜盆 那個那個 然後呢 它後面這裡有一個給你坐在這裡 吃完之後就自己還回來 那我們吃完之後再review一下 我們現在拿 牛雜 我們吃完了現在 剛剛吃這個牛肚 牛雜碟 其實它裡面只有牛肚 而且它是燜得很軟的 它燜得很軟 是很容易可以用膏切得開 是跟香港的魚蛋粉的那些牛肚 是非常之不同 然後自己呢 吃完就把東西放在一個Trolley 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去看其他的東西 我們剛剛呢 在這一檔那裡 買了它的 The Best的 牛肝菌的 融 就是一片片的 然後我們 看到它這裡有番茄的肝 但是我還沒買 但是也挺吸引 聞起來也正正常常 不過就不知道 真空了之後是這樣 我們買完重鹿 不是重鹿 是買完牛肝菌肝之後 我們現在上去中央市場的二樓 二樓就是我們昨天有來過 是很多人在這裡吃飯喝酒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梅迪奇尼卡迪宮 我們這個門口呢 它就是這條街的第二個入口 第一個門口就不准進 然後我們剛剛預約了時間 要等五分鐘才可以入場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拍一下外圍給你看 現在我們來了這個Ticket Office 門口就在這裡 會留意到它的續輝 是有五粒布和那個花的 好 我們進去再拍 現在我們拿了票 是兩個人一張票這樣用的 然後它就會參觀這個地方 和這裡的展示 進來 首先有這個中庭 都挺精緻 他們家以前住在這裡 都挺舒服 這麼涼的 怎麼來到這裡 然後進去 這裡就是 這個里卡迪宮裡面的一些房間 然後 它這裡有很多很漂亮的水晶燈 其實 然後還有很多很精緻的地毯 織出來的布簾 織出來的布簾 對 就是今天 基本上每一間房間都有兩三塊 然後 這些座椅全部都金光閃閃 邊邊全部都是閃的 在這裡看的話 以前的窗子為什麼這麼大 可能是他家裡大 好吧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房間 看到其中一個統治者的畫 可以看到他手上拿著一個 紅色的拳杖 然後呢 剛好就在這裡有展示出來 都挺漂亮 挺精緻的 真的 上枝是這樣 手拿的位置 對 然後去下一間房間 嘩 就是這個 就是最出名的 那個位置 但是為什麼現在不能進去看 這麼慘 怎麼應該 inevitable 就是炸賓禮 我們現在打算走進去考古坡 我們剛如衝浮移加入的人 我們用了我們的門票 我們現在一起進去 它應該是保留的以前的 一些古道的樓梯 然後這裡也蠻實感 jij 而且挺陰暗 這裡終於有一些螢幕可以讓我們看一看 然後它有一些未準備好的雕塑 想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這裡也是Work in progress的一個位置 應該是以前的房間或者是地窖 我們走去前面看看 這裡就會有一些以前的磚頭 有寫字有刻一些圖案的 這些是以前的容器 不過應該不是修復得完 看到它那些都是冷冷的 然後呢 衣服 是Catsgo 哇 來到這個房間應該是以前的一些空間 就是 那就走到27的位置了 這裡有一些圖案 可能太暗了 但是如果看得明白意大利文就好了 有一些水井在這裡 有些人會跌倒進去的 特地 那我只看得明白 這裡也有東西賣了 這裡 這裡如果胃膏也挺害怕 然後這裡又有一些骨頭 骨頭 這裡很輕放骨頭在地上 因為有些少人的 那個擺明是腳骨 接下來這個應該是沙寶蘭餐的碎片 然後這裡 這裡就清楚一點 可以看到它 是有一個圖案在這裡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清楚 然後走到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很多人扔銀仔進去的 洞 但是好像 有個 通道可以通到出去 可能是省距 還是溫泉 以前的人很放鬆 他們特地弄這些位置 就是好像冷氣一樣 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一直走到後面再看看 再review一下這裡 好啦 我們剛剛走完 那個餐廳 有Asian Marble餐廳 是最後的 其實都是一些雕像 然後最後 我們現在走回來 那條街的第一個出口 會通到進來的花園 其實就是這個梅迪奇 迪蜜迪奇家族以前的 家裡的花園 都 挺 空間感很大 這裡所有東西 其實歐洲所有東西都空間感很大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很多雕像 這些雕像 放在中間 那邊又有一個 這裡又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然後正前方 就有他們的雕像 我們在這裡拍完照 就完這裡的行程 我們走完這個garden 其實都 比較普通 沒有什麼特別的花 水池又比較樸素 有點雕像 然後 然後我們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進來的那個 對 對 我們總共是給了六歐去 這裡 因為我們是學生 所以就 有一個折扣 原價是應該十歐 對 我也覺得值得看 尤其是它下面 考古那裡 比較interactive 是我們意大利 唯一一個interactive 的museum 對 還有我們後來看到 這裡沒有 我們昨天去過 禮拜堂那裡 那麼多 絲骨 然後就不會那麼恐怖 但是它這裡有很好的東西 就是 它 preserve 了 二千年歷史的文物 在這裡的博物館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著它的螢幕 就一直追溯回它 哪一樣東西是哪一個年代 的